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妹妹 你冷静一下 再往前我就跳了 不是不是 冷我 你退 你别逼我 妹妹 怎么回事 几致 你快 都变过来 谁过来我就往前跳 不懂 你要跳楼是吧 我告诉你啊 你们家楼宠口高 跳起摔得乱七八糟的 而且你以前花在你脸上 身上那些钱全白花了 你要跳不跳 你说什么呢 你闭嘴 就因为你 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呢 航长帮我叫过去了 把你所有的事情都问了一遍 不对 昨天还让了者解雇我 怎么突然啊 怎么能够困难呢 你不会不知道吧 什么 门口怎么那么多人 是谁来了 何东娜呀 那明星啊 对呀 现在网上正直播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热搜榜的前五全是他 不对啊 咱们都不对呢 什么都不对 这个案子虽然听起来动静挺大的 可实际经济效益上 律所收不了几毛钱为师费 何东娜身上收费金矿啊 知道何东娜的老公是谁了 咱们历所这么多人才就找不出一个能陪虎兵聊聊投资的 咱们好像还真有一个人能信 其实 我想让杨华帮我这个忙 压死了 假投行一道真投行 不穿帮才怪 你紧张吗 紧张吗 你紧张啊 没事啊 没事啊 放松啊 像我这样 微笑微笑 你没事的 别想着自己会穿帮这件事情 放松 自然 自然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自然 是吗 那我们回家吧 就说我肚子疼 不 你生病了 我送你回去 我好好的生什么病啊 你 你不是对人群过敏吗 社交圈超过六个人就不行了 这都多少个六个人了 肯定是吓傻了吧 没事吧 好啦 你放心 James James 杨 余律师 我没有收过黑钱 恐怕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的作法 你是 你好 我叫李戴 您是杨华的爸爸吧 是 我是 我有一些关于杨华的事情 想跟你聊聊